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敬问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好 我们导吻 我们不需要跟各位讲圆绝经 我们要谈到清静慧菩萨章 清静慧菩萨章 第几月我们看到 109月 我们上次是谈到109月 清静慧菩萨是属于我们圆绝经这一品里面 是上根菩萨修行 我们上一堂课有稍微分析了一下 圆绝经十二大菩萨当中 最后一位的行善所菩萨是属于刘同分 刘同分是在教导我们以后怎么推广菩萨 推广圆绝经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理念 大概就是有十一位菩萨 十一位菩萨当中 文殊师利菩萨是属于解门总刚 普仙菩萨是属于行门的总持 一个是总刚 一个刚免 修行者的一个刚免 那简单谈无苏师利菩萨的一个修行刚免当中 最特别要强调的是 众生与佛本来是一样的 但何故会轮回 众生何故会轮回 是一论无名 那无名到底是什么 假如各位一直有注意到圆绝经里面 我们强调的就是众生会误认为什么 自身相跟自身相 误认为四大是自身相 误认为这个前程底相是自身相 原程底相是自身相 所以旺认有所谓的第二月 雪中月第二月或者空中花误以为实有 或者如迷人步入迷失的方向 什么时候迷失的方向 我们大概都有经验 比如说我们外出要去找朋友 要到台北 要到屏东 结果迷失了 什么时候开始迷失的 不知道 我们都觉得我往这个方向是北部 结果一直开阶身都觉得很好像 感觉怪怪的 现在很流行这一句话 怪怪的 怪怪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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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抛说你这个方向不对 这个是要往别的方向 往南部的方向 我们才怎么样醒过来 但什么时候开始迷失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因此文书士丽菩萨章 在告诉我们一个总分 无敏到底从何而来 我们称为这样 无死无名 那个时间从哪里开始 不知道 无死无名 所以佛与众生之所以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无名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千钦跟菩萨 众生跟菩萨那个无名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常常就是一个无名 简单谈以后大概有三个现象 一个叫志向 相须向跟志向 这个是在《大乘启戏论》里面所刊的 三出六戏 那我们不谈那么多 简单跟各位介绍就是所谓的 志向相须向跟直取向 其实它就是从十二元情所结合来的 志向 无名行事都属志向 四就是我们的意思分别 志向 那志向之后的相须性 相须性就名色六路 名色六路 触受这个都属于相须性 一直到触受都还没有烦恼 是触受以后的直取 才开始让爱趋有 触受之后就有喜欢跟不喜欢的嘛 你看一件事情 一个世界就会让你有喜欢跟不喜欢 志向 颜色 你会不会对颜色有 有喜欢跟不喜欢 我们不是谈正常的颜色 比如说花 红花 黄花 白花 你对那个花的颜色 你会有没有你喜欢跟你不喜欢的 为什么会有 一开始 一开始没有的话 你为什么会喜欢红的 你为什么会喜欢黄的 你为什么会喜欢白的 选择的时候 你会有喜欢跟不喜欢 即使喜欢跟不喜欢的 前任步骤从哪里来 思想 相须想 知取想 以众生的生死轮回来谈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观念你懂了 你在修行上 你就很容易 什么要提起 什么要放弃 同一个世界 喜欢跟不喜欢的概念 我们现在都是从后面 推到前面 我现在不快乐 比如说我现在不快乐 我现在不快乐 因为你刚刚骂了我 我们也是从现在的不快乐 往前推 我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你刚刚骂了我 那你为什么要骂了我 因为你没有遵照我要的意思 就往前推了 我这个不快乐就变成合理化了 我这个合理化叫做什么 持取向 假如你往前去推 我们现在都是往后推 我现在的不快乐 就种种原因 这个种种原因 比如说我们现在快接近旋旋 很多人就觉得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就开始有很多的假想性 其实以佛法的角度来谈 就是众生供业 就是众生供业 这个供业从哪里 营业 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领土 你何故来到台湾 而且来到台湾的北部 来到台湾的桃园 在桃园的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家庭 某一个社区当中的某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当中 你谁都不选 你为什么是 爸爸妈妈就是这样 什么因人来的 这么多粗衷复杂的相续性 是从自向来的 这个要理解上来 其实是困难的 那这个自向是从你爱你自己开始 像我们很爱自己的身体 很爱 真的非常爱自己 你说你不爱你自己 你会骗人的 不可能 你非常爱你自己 你看我们每天起来 就给他洗洗脸 刷刷牙 保养一下 一旦哪一天不呼吸了 你还会不会很喜欢你这个身体 李医师就知道了 你不管你怎么化妆 那些都要做方法 又有点顺心 在安慰众生心 到辈子也是 三年你修出来都跟他比较了 剩一副夫而已 到最后我们都还很执着的 要把他化妆好 让大家感受到他 最后一层也是很美丽的 可是 不管你怎么化 你还会再喜欢他吗 绝对不会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会再喜欢他 因为你知道他不可爱 因为你知道他将会是腐烂的 将会是辅错的 将会是不堪回锁的 那个时候是被无常给破的 你不得不放下 但不代表你是从智慧当中 去选择不爱他 你不过只是因为 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爱他的理由 你找不到了 各位能不能听懂他为什么 是你找不到 我还可以爱他的理由啊 一旦我们的生命结束了 你不管你多么爱他 你还非得送他一层 你会不会因为我很爱他 我想尽办法 我有钱财 我有加财万块 我就是要把他化妆的到 永远陪伴给我可能吗 与多就是用这个什么 防护剂让他变成干尸啊 干尸你还会喜欢他吗 最后修行的 就只能像我们的慈安菩萨全身色域 最后是被控奉的 被他在敬仰的 是他的德本所留下来的 我们到底在乎了什么 就从修行上来看 有时候师父在课程上会讲 这些都比较敏锐的 而且对修行上会比较直接 会冲击到我们的执着点 从自相相续相跟知识相 我们现在都是从现在的执举去推去合理化 但就要从生命的源头 我们其实最原始的是从自相自爱 因为自己爱自己 而因为爱自己 导致非常多的错误的行为 可以选择跟选择跟思想跟观念 有些人会爱自己 因为为了保护自己 会用尽一切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沙道淫望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自解 不让我们起贪思 不让我们起称恨心 不让我们起愚痴心 而做出种种的错误判断 这是佛陀的慈悲 从自相上无明行 无明行事 无明行事 我们的劫生事 事就是我们意思 劫生事 无明行是过去生的 越来的行 这个行我一直强调 不过这个行是什么 欲望 欲望的动念一起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行动 听懂意思 无明 这个花点时间跟大家分析 因为这个 也许在其他课程上 在其他课程上 也不一定常会听得到 我再做一点比较 比较详细的分析 大家稍微注意听 应该对我们在禅修上 在生活上 在执箭上的建立 应该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假如能受益的话 志向 都称为自爱 都称为自爱 这个志向从无明 无明行事 处于过去事 过去的因 而导致来了 那这个过去的因 我们过去生是哪一道来的 不知道 但是我上一堂课 稍微举例过 你看他的言行举止动作 大概可以略知 推测的 大概是天道来的 福报大 有些人 有些人起车的心很快 大概俄修罗到来的 有些人就这个 这个三二道来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但就从修行上来谈 要叫我们修天人的福报 跟修成佛的福报 其实比较容易感动我们的是天 佛是不容易感动我们的 那个修行 福报 让你马上我感应 让你过这个 荣华富贵的神龙 让你过好日子 这个其实基本上 我们很喜欢就很容易 就怎么样 受影响了 但要你放弃 对世间的这份的执着 欲望 这是最难的 所以 魔不怕你修福啊 这在花园经常的 魔怕你修行 因为你修行 就要脱离魔道 脱离魔的掌握 但是你修福 还是在三界啊 修福怎么样很容易 受人家感动 我今天拜佛 我明天就种乐透 那我大家也拜 可是 可不可能 你去给佛祝公明天 让我种乐透 乐透 现在台湾流行 乐透 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才 你说拜佛祝公 空间没有什么机会 我做了 没有关键网 翻篇了三藏的时候 不经就没有 这一个方法怎么修 天的有没有 有 当然他不是讲的 这么明显 让你种乐透之类 教你怎么修福 也许福不寒慕 就让你感应到 但他就不究竟几头 不究竟 可是他能不容易 让我们迷惑 很容易 根据调查 有做过大奖的 圣婆都前半段都很容易 就腿分 后半人生是苦 苦堪的 苦难的 根据调查 曾经做过大奖的 前半辈子都很 很灰霍 后半人生是什么 苦不堪的 游减入涩液 游涩液 游涩液 像我们现在生活 有水有电 各方面 挑战什么 要我们回到原始佛教的生活 都不容易 大家都脱波 不能用水不能用电 手机什么东东都没有 就是一种非常原始 怎么叫原始 就是回到最初人的生活方式 最原始 我们不要谈到说 住的环境怎么样如何 就不要 没有水没有电 最原始的 就不会破坏的 那什么都脱波的 打赤脚的 没有那么好享受 有什么卫浴设备这么好的 没有就是最原始的 都是到森林里面去 到大自然去的 要我们再回到那种 什么都不容易 不想人家会说 我们是一个未开化的 没有文化的 可最原始是这种生活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一直演变到这样的一个因缘呢 其实就是从 三相 至相相续相跟 子曲相 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好我们先 做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就从我们的 至相上来谈 浮明行 就是我们业把我们引来了 是就取了分别 结生事 这个是呢 结生事 这个结生事呢 就去跟你累结的 我们上一堂课 谈的恩爱 贪爱的关系相结合 爱 有恩爱 有贪爱 有贪爱 一结合 然后叫什么 决生事就有生命了嘛 父亲母血 你要去找你喜欢的爸爸妈妈 然后意识进入进去 这个喜欢的爸爸妈妈不是那个 那个 你选择那些就是一种业的千里 恩跟贪 我们以前的人 我们想说 不是来贪贼就是来贪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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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就是两个条件 恩跟贪 好啦 这个是至相 他都没有所谓的三恩分别 就是一个业的千里来了 好 来了之后呢 他相续性 他导致的相续性 无名行事 事之后是什么 明社 对不对 明社之后呢 明社又入 相信嘛 因为你一个生命 可以让他延续 是不是要负金母血的相续性 不然就是夭折了 你看有些在负金母血 在你妈妈的八九年没人过就挂了 就是他的相续性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他要相续性 要有明社 六路 六路是呢 我们的六根 然后在肚子里面 就开始生长我们六根 眼耳鼻舌生命 有些人的福报 六根是不一定具足的 有些是六根是具足的 有些六根不具足 都有他给基的福 但他就是相续性的 相续性 再更简单谈 他就是所谓的生住意命 就是要谈生住意命 受接受 接受 接受 明社六路处受 这些都属于相续性 我们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 接触受 就有所谓颜色的分别 这些就会有一些纪念 开始在告诉着你 我们的眼耳耳朵听的声音 金木水火土的声音 你都开始有那一个 知道那个声音 知道那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的金木水火土 是从后面的指取来的 六路处受 受就接受 听到了嘛 譬如说 声音听到了 你这个声音传达给你的时候 听到了 你听到 你为什么马上知道 是我拍桌子的声音 那是后面的 除了那个是 非常快速的 为什么不知道 声音本来只是个声音 可是这个声音 是木头 我的手 把这个桌子的声音 所拍 拍挤出来的声音 你为什么可以马上认识清楚 是直取的 是从直取 这个声音之后的 喜欢跟不喜欢 就直取来了 譬如说我这么一拍 他有没有告诉你 我开心还不开心 没有嘛 可是听的人 会不会把我 这么一拍 分别出我开心跟不开心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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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啦 你有没有办法 我懂得对而已 会不会 会嘛 为什么会 是里面的心 起会跟不爱 是我的心 直取嘛 听得懂吗 15个人在想起来 我怎么会打倒啊 不管我只是在讲课 我只是在表演 在讲课一个内容 可是 不知道的人突然进来 听到 我刚刚师傅怎么那么生气 在拍桌子 会不会 为什么会有这些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 无名直取 这个直取就来了 明胜能不能不能 触碎能不能不能 触碎能不能 取 有 生 十一年的如何就是这么来的 是我们怎么样的去认知 拍这个桌子跟开心不开心 你怎么去抉择的 所以佛台会教我们 以以刹那心相应剥裂之一切法 要正见生死 要了解到 一个众生也好 一个修行者也好的 我们要放着知见以南成为 作为重要的 那我们要断的是什么 相续性的直取 要断 爱 所以要把这个爱怎么断掉 前面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无法改变的无名其事 你任谁也无法改变他 自相相续相 明色六路 处处 你能否改变 你选择在哪一个环境诞生 任你无法选择 一切是什么 所谓流转 明色六路 明的生 也可彼此的生理是否能具足 一切由你的福报 来取决 你的六根具不具足 所以我们要出家受 三大大见 要受见的时候会问 六根具足佛 这就是福报的问题 所以生相的六根福报 要非常均匀 你能今天能够出家受戒 要相当大的福报 受完戒之后 能把此家沙进未来进 世事常得批 世事生生世世得以批 如来家沙 那更是更大的福报 今天人家会攻进我们 是因为有这个家沙 我讲这个家沙不在了 还有谁会不上的牙系 无来家沙不在了 何以故 如来福报 如来福报 如来福报在你身上 展现出法的功德 不是你生得厉害到不厉害 如来功德于 世事常得批 这非常重要 好 明色六路促缩 就是你任你功夫要改变的 我们能够改变的 透过修学的功夫要断的就是 爱 取 由 生 老子 此贪爱能断 后面就断 此贪爱不能断 不能远离 后面的爱取有 这个取 取就直取 由 三有 欲见 射见 五射见 生 你看到哪一道去 老子 谁都避免不了 此贪爱能断 后面的生死烦恼就断 后面的生死烦恼能断 一切 的修行皆成就 那本来我们与佛是一样的 那何故会有所差别 就譬如像我们在爬山 各位假如爬山的经验 你爬到最高峰 你看所有的虚空 境界是一样平等的 佛的境界就是 佛是在最高点 他看的一切是虚空 一切是无有障碍的 反复就像在这个平地 看到的高山啊 这个种种的 的这个不平 为什么种种不平 意识分别 以佛的境界来看 不管高山平地 在佛的世界 在佛的心 佛的境界所看 那一切本来是平等 因众生直取 所有高地不平 所以换言之 外面的三合大地 也是我们内心的直取向而来 这在龙眼经有谈 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 这世间的一切三合大地 所展现出来的意识分别 你要回到抉择 为什么有些修行者 他很容易就受着外界的 三合大地 所谓的名利 而影响了他的抉择 所以我们七觉知有一个 第一个叫做什么 折法 有没有一个折法觉知 折法选择 有些人 不管外在的生活环境条件如何 会不会影响了他对修行的 那份觉知的判断 我常举一个孟参老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奉参老少 他曾经坐黑岛 坐了三十三年 三十多年 最少有三十三年 我跟他碰过几次面 我记得我读佛学院他 那时候有道远光 后来我有一次到武台山 曾龙氏 曾龙氏 有去亲近他 跟他丙离 之后前几年他已经舍报约籍了 好像活到一百 一百零五岁 一百多岁 他做了苦劳 当时就是碰到文梗 那非得强迫他缓食 用尽所有的一切方法 就是要把袈裟给脱了 管用什么方法 所有的方法 什么灌水 有什么方法 那种的 那种 那种人 那种人 要听过吗 要听过去灌水了 还有什么方法 那种人 那种人 有十大酷刑 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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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大酷刑 那种人 温清十大酷刑 那种人 就是逼他非得还属 老人家就是 命一条 人家在宰割 那种勇敢 你这么勇敢 你这么会擅长 我相信 这四个人 有法度键治 过去算的键治靠近 你只要把衣服脱了可以过好生活 他就是不要 真的可以过好生活吗 对他而言 没有了佛法什么生活都不用 什么生活都就是 你还是得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去生死流转 不要 他老人家就是不要 那个红卫兵的年轻 你真的有那么厉害 他在丁丁 不是一天 不是一年 日以继月 你那超美啊 超约的就超 三十八年 一直到整个的社会风气的这个觉醒之后 再放他出来 所以他身体有一些病就那时候要行和怕 看不到人家就是约翰的情形 让你的感觉就说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 既然所有世间的诱惑影响不了他 要给他高位置他也不一样 后来中国把他当成是国宝 然后供养他 后来他的福报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不可思议 后来他的福报非常大 在五代山车国家是把他当成国宝 后来这个寺庙盖好什么 他到哪里庙都盖得好 到哪里的庙都盖好 到哪里的庙就新盛 后博怎么来 他到哪里的庙都盖了 他到哪里的庙就盖好了 他到哪里的庙就盖好了 就让僧众得以安住 此福报之大无可限量 我对这位老人家 我看到他的过程非常感动 因为我跟他进过几次 那时候在刚出家的时候 碰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 那种开舌我就觉得 我们有时候一天饿个肚子 一天就觉得很苦了 一天让我们没吃就没咬死了 就这样 那屁股就咬起来 那一档没吃就要咬过了 我们就会说是要咬死了 他不是一档没吃 那这样 心尽那时间三十多年的时间 疲劳风筝 甚至快没命的 他依然挺过来 是意志力吗 也许 但就从旧静上来讲 是他的定位等值 所以他才讲的这么一句话 如来功德依 世事长得屁 这样就好了 你要 你在台要挂 属灾人 属灾人 所以他那个袈裟在苦劳里面 反正你要他穿什么他都不管 就是那个出家的那个身份 从来没有忘记 出家的那份精神 何以故 他从直语下就断了 断了什么 世间的不可爱啊 丢过了我什么 影响我什么 非常清楚啊 我要的是佛法的那份亲近心 要的是修行解脱的那份功德力 不是世间的灵根地 更不是世间的荣华富贵 更不是你爱我 我爱你的那一个 爱来爱去专戴的事 世间不就是这样吗 那不是爱来爱去专戴的事 都没学完就没专戴了 就是爱来爱去专戴的事 事实无耻 所以他从这里直取向这段 不再直取 所以有人问他 你三十三年过得苦吗 他说不苦 不会不苦 因为以法为伴 不苦 以法为伴啊 对他而言 不管是在苦 不管是在苦 他都是在事业 对他来讲 他都是在思维的佛法 所以我把这个 梦他脑上的生活 我把它用成 涌家大师的这句话 来套在他身上 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 哪一句话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纳千 对他而言 这不过就是一场梦嘛 他的思维都是佛法耶 对我们而言好像 哎呦 我哪里在这空 我们都在思考思多 对他而言 勇教大师讲的 梦里明明有六趣 真的 所有的生活方式 梦里所梦到的事情 每一件都是觉得很真 一醒过来 没有啊 所以老人家 当时的生活的感受就是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重来你睡觉也好 重来你在任何的二六十周 你任何的环境 对你而言 你都是跟佛法在想念 何来的苦 何来的执着 你说这种人 你生活快不快乐 他绝对是非常自在 而他那个自在 不是用世界价值 去比较出来的自在 譬如说总统 总统应该是最高权力者 你说他自不自在 他人家吃饭 他人家吃饭 过去奉地要吃饭 是谁人家吃饭 这种法庭也吃饭 他如果要去做一个环境 就要生活那些国安局的人 甚至去这个环境 甚至都会有免费 安全啊 不安全啊 安全才能去 不安全啊 人家说你没免费 自在吗 以最高权力者而言 但就从佛法 一个法王的境界 法王说 要去拍一个国安者 国安者的电视器 看看这个场地 不安全 不用 他早有政治正见 他知道我此时此刻 到这个环境是会度众生 纵然可以怎么样 生命捨爆了也是要度最后一个人 徐巴陀螺 觉得那份精神是我最近在看大波年一半间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到我离命中都还要度众生 佛语教绩是不是坦断上徐巴陀螺 120岁了 要舍爆了还得等他来 就是在逗他做阿罗汉 我感觉那种的精神 我都觉得我很汗颜 我到亲家的那种 福报比较低 就 插衷插衷 不过就是感受到佛语教绩 那种的精神 连在下巴 要在双连树线 要入捏盘的 还在等一个人 等那个徐巴陀螺 120岁 当时他是一个外道的朋友 他不相信佛法 佛就是等他来度他 讲了几句话 他就开悟了成为阿罗汉 佛的智慧 他清楚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一个 我对世间的这份的爱 你是否能转换为慈悲 是否能转换为一个螺和 忍辱螺和的力量 而不是你自己内心那份的贪欠 我们最大的苦劳就是 内心跟外在的世间的诱因 起相应 起神的相应 直取 直取 就我刚刚举例 红花白花 为什么你会喜欢 我喜欢红花 你喜欢红花有你喜欢红花的理由 绝对有你 不要那个无故 没有理由你喜欢红色的 为什么 我觉得红色的是吉利 我觉得红色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象征 是不是 那象征是从而来的 就是你的欲望 我怎么喜欢白色的 我觉得白色的是清静的感觉 那象征也是可以 可是你转个念 我如何让红色的 还是白色的 都可以转念成为佛法的思维 如何转念 我之所以喜欢白色的 我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无感人亲近一般 我努力的去执行 让大家 包括我自己 都能够以亲近心 跟大家共养 所以我选择白色 是提醒自己 如同坐右人一般 我怎么选择红色 好 选择红色的一个理由 不是他赢得吉祥如意的意思而已 我希望这个红色的一个意思 代表大家对法的那份热忱 从不退失 这是你对普普的意思 对法的那份热忱 就是这么样的认真 所以我选择了红色 那为什么我选择了黄感 黄的代表了一个至高无上 过去黄帝都是只能用黄神 除了黄帝以外 那我为什么选择黄呢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归 我们最原来的 至高无上的亲近法王位 比如这那佛法身代表了法身佛 都有他的象征意义 你日月当中思维的都是佛法的思维 真的 你在生活上 你在各方面的条件上 已经慢慢的渐入加进了 你离成佛越来越近 所以要把这个爱 取 由 生 倒 死 我们现在要探讨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爱 你爱的层次断到什么层次 您的境界就 您的智慧 您的境界就提升到什么层次 你对世间的爱越少 您的境界越高 你对世间的爱越多 您的境界越低 比如说出生道 出生道 对世间的爱是最多的 可是它的境界是最低的 我们这不是在 在侵视这个出生道的众生 是在说明一个世界时限而已 出生道对世间的爱的知识多不多 我们最不喜欢的 反而对他来讲 他会喜欢的 只是说现在的科技 比较好一点 做一些饲料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我记得我们在乡下 那乞业到靠什么乞业的房间 我们没有爱 放出来都在乡吃 对我们来讲 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人 对他为人 他承不执着 他会保存大餐 所以执着的那么深 静静静静音 那么地低 我们现在对此事间 你到底还执著了有多深 我最近常一直在思维 最近有点感冒 今天 algún冷柏 two or 乡 他们也想了非常多的思维法的一种思维 就是你对此世间你还爱着多少啊 你还爱着多少 修喜五分就是希望能够在解惑道上 在菩萨道上能更上一层斗 若无妨在菩萨道上 在解惑道上更上一层斗 时常的跟世俗法齐相应 这种拉锯太苦了 那怎么超越 就是时常的用佛法思维 就是时常的用佛法思维 这是一开始再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看到109月 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08月 我们再看到07月这里 08月 有没有看到这三男子 原觉自信 非信信有 有没有 这一段我再结束 原觉自信 非信信 非信信 是谈这个佛 我们成果这个决心 不是前面的 所谈的五种种性来决定的 五种种性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什么 凡夫性 二称种性 二称种性 菩萨种性 菩萨种性 不定种性 外道 这都要把它记住 这个你就要把它记住 这个佛学名像很简单的 你把它记住了 以后你就是在 时常可以用佛法思维 有人 师父怎么佛法思维 你把这些佛学名像 也自然的再把它背起来 你就用佛法思维 不然你也不知道 不要用佛法思维 因为你很容易思维 就是你所习惯性的 大脑里面的习惯性的思维 就是你的意识分别 很容易就是用 大脑的意识分别 因为你没有佛法的思维 就是佛法这些佛学的名像 没有在你的意识里面起作用 所以很难用佛法思维 有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的去记他 就是佛法思维 就很容易就把他记住 你小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多 你自然就要记这个 你小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多 你就记很多了 所以我很多小的小的东西 都记住就过 我包括以前 不管是电话号码 不管是人的名字 我都可以记好几百个上千人 以前在荣山市那几百个 我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交得出来 我现在在荣山市 我自己的荣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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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说 我十五年 你看到我都不敢教教 我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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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贏了 我没去记念贏了 因为我的记忆体 没那么多 容量没那么多 我现在容量 我去做我学的名像 所以人的名字 我自然而来说 我没有特别去 除非常常常有在比较 不是说常常比较有 有比较特别的一些英明 我就会自助 不然大部分 不容计的主 不是荣山市 很大小 是因缘 你觉得你 想要和荣山市 荣山市 比较快 你比较快 我就贏了 看来你我老了 你就是什么 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来三百六十五秒 我怎么记得起来 听我意思是什么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刚才来三百六十五秒 你刚才六十五 你刚才六十五 整个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怎么会记得住呢 记得懂意思吗 好 所以他这里谈到 圆觉之心 不是由前面的五种种性 所决定的 五种种性的所谓凡夫 二称人 菩萨 外照 乃至所谓的佛定 不是由他们决定的 不是 为什么 他说寻诸性起 寻就是寻的这五种性起 不是因为他们而来决定决性 决性本来就有存在的 所以他这里来谈 这个决性是什么 是无取无正 什么叫无取无正 本来就有的啊 本质具足的啊 那为什么要说这五种种性是方便说 方便说 这个要稍微说明一下 才不会误导 就寻说 众生平等 四法平等无有高下 这个法就是我们决性 原觉自信之法 无取无正 本质具足 只因一类无名而所谓 起了众生的种种根气 这方便说是众生根气不同 所以有凡夫性 有恶圣性 菩萨性 不定性跟外道性 这是从众生根气上而说 当然就有它的差别性 是从方便性上谈 但就从修行法的一个究竟意义来讲 众生本质具足 如来智慧得享 三坦克有取这个 生公说法的公案给大家听过 一场听一人称佛道 这是主道生禅师 他一开始他就知道了 一场听一人称佛道 断善根者并没有断有佛性 佛性众生平等 所以他这里听 本是无取无正 于实相中 实无菩萨或者诸众生 于实相中有没有分别 实相中还有什么菩萨跟凡夫的差别 实相无相 平等无平等 何来的菩萨跟凡夫的差别 所以以佛的境界佛看待我们 佛看我们跟看菩萨都很一样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无种种性的差别 佛为了度过我们 有方便施舍 有凡夫性 有恶称性 有菩萨性 有所谓的外道性 有所谓的不定性 为了接引我们入佛道 所以于实相中无菩萨无众生 何以故 为什么何以故 菩萨以及众生 都是什么 是幻化 何以故 何以故 何以为最后要幻化 这就是 虚妄 如果众生永远是众生 他不管怎么用功都成不了佛啊 菩萨 不管他怎么用功 菩萨最高境界也只能是菩萨 不能成为佛啊 众生之所以能成佛 菩萨之所以能成佛 是本自具足如来智慧佛性 所以可以成佛 就近义而说 实相无相 方便而说 有菩萨种性 有凡夫种性 所以他说 于实相中 他的实相就是就近义 于就近义上 本无菩萨跟凡夫的差别 为什么 菩萨跟众生结是缓华 结是缓华 结是缓华 虽然 世间种种差别相 但是 总就坚定来谈 无二无别 但这一品里面最主要谈的 就是因为众生有种种的方便 不同 所以 政策的境界就不同了 为什么你今天会比较福报 你的财富会比人家多 肯定你的用功比人家多 肯定你的用功比人家多 有些人说 我是继承来的 你的继承来 也有你所过去继承来的福报 那你希望你的福报有没有这么多 那你要比任何人再多用功 你要把世间才转成出世间才 这才是重要的 好 所以菩萨跟众生皆是幻化 既然是幻化 幻化灭固 那个幻化灭固 幻化灭固呢就怎么样 无取正者 无取正者 无取正 就没有那个贪 爱 爱之后的什么 取 与由生老者 就没有那个取正者 没有那个贪取相 没有那个贪取相 以前有这么一个公案 一个老和尚 他有一位徒弟 在他身边三四几年 都叫他那个逝者 那老和尚在要临路遗憾的时候 非常惦念着 他这位徒弟 未曾做到 他心里想 这三十多年来 这个土地呢 跟着他 用功修训 他希望在他灵命中的时候 能拉拔的他 断他的直取相 本来也都会叫他的名字 叫逝者啊 逝者啊 他一直看到 他就只是个逝者 他从来没有 从内心里面去想到 他有一天会成佛 这个老和尚在要临路遗憾 就不叫 这个逝者的名字 就不叫逝者 他就这样 佛啊 逝尊啊 那徒弟 杀人了 今天是无奈消消 我被告过 本来要把三十多年来 他觉得师父今天讲话怎么颠倒了 怎么 怎么 没有叫我逝者 怎么叫我逝尊 差几音 差多少 逝者跟逝尊有差吗 有差的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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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看我一个人 表里面我不是个人 逝者跟逝尊 奇怪逝者今天逝尊 他就问师父啊 你叫叫谁 我在叫你啊 逝尊啊 逝者就问师父 我不叫逝尊 我叫逝者 你是逝尊 是逝尊 所以这特别的语气很加分 你就是逝尊 谁说你是逝尊 你本来就是逝尊 那徒弟就跪下来说 师父我不是逝尊 我是逝者 他说啊 我怎么 那不用人 最后我叫他 迷失 由来 智慧 得失 都具足 一直没有办法去转变 我就说 我是我是 这样就好了 那师父人在灵犊的时候 最大的遗憾 就是要唤醒他的那份觉性 还叫不起来 为什么叫不起来 是师父的问题吗 原来是途地的直取笑 他开始在问他 师父后来 用尽最后的力气 告诉他 你不能只是一直是个逝者 你要是成佛 你要是逝尊 你不能只是个逝者 记住了 你我虽是师徒之云 但你我皆是具足智慧 读如来佛性 不要忘记 师父讲的这一段话才 入面盘 你看 一位藏者 连入面盘的 都还要度众生 他跟他的徒弟讲 你我本具如来智慧佛性 不可轻忽啊 那逝者在最后的那一刹那些 才被师父给叫醒了 原来师父是要度我成佛 那个认知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这里有谈 这个幻化灭路 就无取证则 我们把那个 你自己的那个幻化 一直认识自己是谁的 哪一个 拿掉 你就会快乐了 你就不会活在别人的眼里 你就不会活在别人的嘴里 你就不会活在世间的欲望里 不然你会活在世间的欲望 你永远都不会快乐 因为世间人的欲望 一个比一个高 一个比一个厉害 可爱的快乐 可爱的快乐 永远都不会快乐 所以那个幻化灭固 无取证则 你那个不迷失的心态 你那个不追求的心态 不在了 你自然就无取证则了 你就不会在那里 你过去的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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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的那里 你还不会再回头看一下 不会的 你知道那此世间的不可爱 就放下了 幻化灭固无取证则 我们就是被那个幻化的影子 左右的幻化 世间的幻化多不多 所以前几天有一位我平东来的 一位朋友 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做媒体工作的 我跟他对话以后 他跟我讲了一句非常中横的话 他说现在 佛法要能够接引现在的年轻人 要能够接轨 他说师父非常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他说思想 观念 也很不同 因为他本身在从事这个 企划 他以前都在各大辨识 做新伦的一个编辑 操作的 现在在做网路规划的 很多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的 你要吸引年吸引的人 就是欲望内多 那个幼因就越大 可是佛教谈的恰恰好相门 就是不能太多欲望 可是我进来 他说师父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确实很难 所以佛法说佛法 佛法 于墓法时代佛法会不会灭 有时候想到这个 真的有点 有点辛酸 那种辛酸是 你们看到这个法 这么真实 这么珍贵的法 慢慢的衰退 我們也可以用世間的幼兒院把它帶進來 可是要再讓它轉 就是這個轉 把它轉 這就是不容易轉 你把它睡到身大 會彈著 會長輝 長輝大輪 會不會拋不拋 會拋不拋 禮基的夕陽 怎麼辦 怎麼辦 我一直在問自己怎麼辦 只要用慾望不斷地去關愛祂 我們頂多能夠用維某節經所說的 先與欲勾籤 後令入佛制 可是問題我可以先 先與欲勾籤 可是要後令入佛制的這個方法 我們找不到 目前找不到 先與欲勾籤OK啦 我覺得這個不難 現在大家所喜歡的我都可以先給他 可是最後大家都來簽個合約 最後都要放下 入佛門 然後 約不約你 我想大概不會有人簽這個合約 這是難 難怪的嗎 後令入佛制的這個法 怎麼辦 要有修有正則來 先與欲勾籤不是問題 要吃喝玩樂 要來唱歌跳舞 都可以大開放便了 可是問題 最後大家都可以入佛門 入佛大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到時候人家說你外套 一天到處 有人在唱卡拉OK 躲中心 我唱卡拉OK 躲中心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問題那些人 你真的度了進來嗎 跟你唱完歌之後 他們都願意歸入佛門 行佛哨道嗎 假如都已經歸入佛門 行佛哨道 還會一天到 我在那邊唱 愛你千萬年嗎 愛你的心海豬的 能檢討的嗎 愛你的心不變寡 各個幻化 不可憐啊 你可以一次就把他們躺進來嗎 如果不夠是你會躲 怎麼辦 我一直在思維 也許你想太多了 但我希望這個能夠成為正人 是幻化的 幻化的 我們都要先把它滅 幻化滅過無取正者 就無取正者 就是那個真實相 那個真實相 好 所以呢 他就譬如怎麼樣 眼根 自己能看到自己 但不會去 眼根呢 能看到別人 但是怎麼樣 看不到自己 有進根 但不能自己看到自己 這是我們先了解到 這個覺醒本是具足 那他們是具有建議 那這從方便性上來談 傳出性等等 這一切是為眾生根據不同而說 那我們怎麼突破 我們翻過來看到 0101 110 這一段非常重要 我們先把這一段 先再敘述一下 善案子這裡 一起通送 善案子 一切眾生 從無時來 有望想 我期待活著 神父自知 念念聖念 呼吸聖誕 善著無欲 這裡有善段 我們先談第一段 善案子 這是佛陀的慈悲 我覺得 讀到這一段 真的 心裡有蠻大的 這幾天在讀這一篇 心裡有蠻大的一個 修行上的一個 撞擊 就是 佛陀把法說的這麼清楚 何故我們來還迷失 法都這麼清楚 何故我們來還迷失 他說善案子 一切眾生 從無時來 有妄想 妄想什麼 我即我愛 因為妄想這個 我 我愛 對我所愛 我即愛我者 我們不就是在身後上 因為這個我愛 對愛我者 彼此之間 愛來愛去 全事情 無時來 妄想 我們那個憑空想像的事情 太容易干擾我們了 每天過得提心吊胆 何故提心吊胆 妄想 看你超是他動作 爪 妄想 妄想 超是他動作一個 霸寶爪 想尾蛇 卻要 你會想 描一下 妄想 因為愛我 我愛者 難道怎麼樣 承擁不自知 從來都不知道 到这个念念相续 我们就是在这个妄想当中 念念相续 直取不放 所以在这个念念相续当中 念念生命 因此起了这个称爱 这是喜欢跟不喜欢 讨厌跟嫉妒 爱与不外 就称爱 故情称爱 难道没 起了这个称爱之后 就沉着了这个无欲杂乃 无欲才设名字是 这句话非常的简短 但却说出了我们的生活的迷思 成不自知念念生命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每天都很习惯在自己的疗房进出 对不对 你的是旁边你一定最清楚的 其实我们每天的疗房进出 就是念念生命 每天进去自己的疗房 生物习惯都很清楚 衣服放那里 东西放那里都知道 念念生命 念念相续 衣服脏了脱掉再洗洗好再穿 每天都在念生命 这个是为什么买习惯这样 因为你清楚 你清楚你每天就是在你的房间进进出出 进去出来 但就从生死线向你 就从生死线来谈 为什么你就不知道 我去爱这个之后会导致了什么问题 我去爱那个之后导致了什么问题 爱永远没办法满足 所以成你努力 可是你对你所习惯在这种房间 你会不会做改变 也是会的 何故会 何故会 众多因缘让你改变它 包括衣服 包括你所吃的 会不会你为什么习惯性的这个连吃也都会换 虽然你感觉他并没有什么 他并没有错啊 就吃东西有什么罪 没罪啊 可是从内心生是有没有欲望 沉着无欲 沉着无欲 可是我们的当初就是 天灵 有什么都用心的就有了 没想到心肝会有走不走 坐火车 坐开车 坐火车 全世界通过去吃美食 你假如是个天人的福报 失衣得衣失食得死 失就是想 小衣服就漂亮的衣服 想每位天 天下美味就美味就现前 佛是什么样 佛根本人这一些失衣 失食这些根本对佛而言 No care 何不 佛的福报 何止这样 佛的福报是 看到此众生得度因此度啊 不是被自己的欲望 我们想要吃什么好吃的 好吃的就来 佛不是这样想活着 持众生得度 因缘到了 用尽的这些方法就是要度他成果 差别在这里 念头都差在这里 我们是说 有什么好够是不要吃 佛就是 重心 能够在都 绝不放弃 所以这一段话 诚不自知念念生命啊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一个 念念生命的这一个世间的诱因来不断的干扰着我们的这种亲近生活呢 我们去跟谁比较 有人常会问 出家修行的有什么保障 我说出家修行有最大的保障 我们无非事间的想法的保障 是有什么给我们照顾 有什么给我们疼心 有什么给我们疼心 有什么给我们关心 我觉得都太熟了 这本来就应该个人的福报 当自聚主 你为此世间 你为此道长付出多少 此福报做聚主多少 我谈的最大的保障是 不在乎三二道 即使未来记 如来功德于世事长得屈 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保障 无人能比 这才是叫做天下无敌 我不是在乎的是 我不是在乎的 文决圣事也讨论 他要吃百六回 何不担心呢 什么事 你那个幻化之心 永远没有灭除 你修行的快乐吗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这一段话 就是这样运用的 可是有人觉得这是世间 这是世间事实啊 怎么办 努力耕耘 必当有收获 你会付出 会耕耘 你就能说 老闆做我建成 但是你要保证 我终于贪心 我要做 有可能吗 做未来要保证 我这一段座在乌汉上 要怎么办 我自己拔这一段座乌汉上 乌汉上 我在装着乌汉上 对啊 这一段座义 你也不耕耘 你也不播种 你也不关心它 你就只等待时间 到底要说成可能吗 不可能 可是你这一块地租下来 你要去播种 你要浇水 你要施肥 你要能力 什么都进去了 可是最后会不会成功 虽然不一定成功 但至少你有成功的机会 对不对 你不输出回来的成功 可是为什么没办法成功 这一次不能成功 代表代表下次就不能成功 不会 对啊 我们当初来的 你们做产 你说每个月 这个木杰都会贪钱 妈妈 我都知道 妈妈 你这个木杰不贪钱 你如果要做 这一块 这一块收得多 后一块收得多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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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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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要过什么好日子 这一块有休息 大家有休息 这一块无休息 再打一块 打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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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就这么简单 我原来在他们身上学习道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希望他过得好日子 我为什么过得好日子 我这一块受 没打一块 打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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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我听到我好好的撞击了一下 原来他也是我的生地生 我说你做会贪钱 莫子不叫阿嬷 我就跟你說 她說不要想那麼多 一開心肝 開減肝 安來切去 日子有痛過就好 想要更簡單 更簡單 更簡單的一段時間 我想一想 我們的生活也是這樣 我們不是在日子好過 我們是在火爛上的創意 他說每個人都會賺錢 大家也賺錢 但是大家都是說 怎麼賺錢都賣錢 都賣錢 賣錢都賣錢 賣錢都賣錢 他說 安來切去 日子無痛過 安就好 原來慾望是可以你內心去控制的 你要讓你的慾望無限的放大 你就永遠苦 所以他這裡談 這一句話各位有空會嗎 配起來 真的非常好的一句話 然後說 一切眾生 從無死來 由於什麼 妄想什麼 我及什麼 你愛人跟白人愛 永恆盼的意思 我及愛我者的 然後怎麼樣 成不知 不知 不知 知 念念生命啊 那就是那個點頭的 勾來勾去 搭壹來搭壹去 為你快樂啊 念念生命啊 故其稱愛 稱就稱恨 愛就是喜歡 就是起了喜歡又不喜歡 咱要怎麼樣 就沉迷了無欲啊 因此沉著了無欲 就這樣沉著了無欲 何故呢 無欲 能滿足眾生解脫 眾生就不會因為無欲而殺人 就不會因為無欲而犯下非法的事情 因為慾望不滿足 愛人得到人頭落定 現在好像常常有這種事情發生 開個車 覺得被逼車不爽了 就擋下來就叮叮了 是什麼樣的狀況讓他們產生 還不是慾望 還不是我愛跟愛我者 旁邊有一個徐族園 未主的問題很重 有什麼 幻化 旁邊有一個旁邊 我要這樣繞開 扔 到不來上身後 旁邊說先天天也上到山頭 他就不去 那算是有愛意了 不然就說我沒有 剛好在那裡 何故呢 所以是不是寻火是最大的保障 什么保障 如来功德因 世事长得平安 最大的保障 没完的 决胜事也吃了八辣的 你哭哭哭 好 下回说谢谢